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号 星期一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 大盘走势情况 接上个礼拜五 也就是9月30号的这个视频 我当时说这个忌讳应该是IWM 也就是说这个罗素应该是有忌讳 那么那个时候是看出来 就是因为他第一摊 就是那时候下沙很厉害的时候 没有那个什么 就是这一天 虽然这个Candle是K线图是K线 是非常的熊 但是他第一他没有跌破前低 这个低前低位 然后他这几天连续的差不多超过一个礼拜 都是在这里 这一个相提震动 相提震荡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做多信号 在这里 在这一天的这个做多信号 也完之一是9月27日的做多信号 虽然都有上下浮动 那么那么明显是往上空间 往上的这个概率要比往下要大很多 那么那么这就是9月30号的一个总的一个结论 那么今天果然就是第二天 那么就是上涨了2.65 那么他的这个三倍的TNA上涨了差不多有 快速的看一下 TNA差不多是涨了7.84% 那盘后又涨了1.42% 差不多涨了比较9%多一点 效果不错 那么在周五如果说是盘后加仓来完 应该就是今天应该就是呃 持币往上走 持股往上走 好 那么我们看看啊 今天的走势 嗯 因为走势没什么好说的 基本就是基本是很标准整的这个高开 啊 然后呢 就是下踩啊 踩一下 踩一下 高开 然后呢 往下踩一下 就是他的那个呃 支撑位 然后呢 就是支撑有效 就往上走 这么一个非常标准的走势 我还是回到AWM 那么明天是一个什么走法呢 我们去看看啊 先看到今天到什么位置 我把这个呃 M1信息拿出来 那么今天是非常标准的走上了五日线 那么这是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是一百六十六六十八块 呃 七七七毛七 那么是站上了 站上了这个五日均线 啊 但是 也站上十日均线 站上十日均线 五日均线已经是 这阶段五日均线 其实往上走的 五日均线是黄线嘛 站上十日均线 那么 五日均线也就是掉头往上 也就是方向已经是往上走了 所以五日均线是肯定是有支撑的 啊 那么十日均线呢 现在还在往下 而且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的位置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十日均线的压力还是有 压力还是有 好 我们看看 明天大概去世 我们来看看短线的啊 15分钟的短线的 那么从短线来看呢 我们把这个曲线拿掉 我们把这个下的 我们从裸线裸 裸K来看呢 是看不出来 裸开的是看不出来的 是这个是一个是一个什么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嗯 MSD放上去 嗯 和这个KTJ放上去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 嗯 上涨趋势 就是一个上涨趋势 那么很标准的一个玻璃板和上涨趋势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把这去掉了 ACD去掉 我们看看 MBS 从今天从这个下轨开始是吧 然后呢 往上走一直到了上面的轨道 上面的这个压力位 然后就是压力位呃 有效 然后就往下 往下打了一些一些 但是因为 因为你看这个支撑的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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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势的话 呃 大概率是明天 不会立马就下来的 就是说 不会下来的 最多就是往168块2 2毛7左右 啊 再来回踩一下 再来回踩一下 继续再往上攻 看看能不能攻到 我们能不能攻到 这个10与20与20与年之间 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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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嗯 罗素今天也没什么啊 我今天主要想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主要想讲的QQQ QQQ今天是走了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短线啊 先给他的短线 我们把这个 呃 杰梅 顾比均线拿走 顾比线拿走的 我们这个是 嗯 嗯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破底翻 像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这个这个 这个 kdj和msd拿出来是非常标准的这个 当时这个b的情况出现了之后呢 当然很强的一个破底翻和爽光 所以 从大概率上来说明天就是会在 啊 明天大概率来说明天会回踩这个颈线 为止 原本是一啊 这破底翻的颈线为止 你看这个这个走势就是从这里走下来 走下来 然后再往下走 非常标准走的 非常漂亮 那么从这个是短线啊 完全从短线来说 那么明天呢 是这个大概率 会来回踩一下这个颈线 如果 271块3 3毛 对吧 217块3毛这个左右这个位置 可以来回踩这条线 这个地方217块 然后呢回踩之后呢 这个应该是可以踩 应该是可以沾得住的 如果除非是放量下跌是吧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放巨量下跌 那这个东西没办法啊 但是从概率上来说 大概率这个地方是能撑得住的 271块3毛来回踩一下颈线 然后再前天回踩这个支撑有效 然后再往上走 再往上再往上公 看看能供到哪里呢 我看看它的日线图 看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图里面的 把MA加上去的话 日线图今天是被五日均线压着 但是五日均线的话是扣低已经是很低了 一二三五对已经很低了 那么五日均线也会慢慢掉头往上一些 所以五日均线可能会有支撑的作用 明天看看能不能去挑战这个十日均线 就是276块9 今天是276块9 那么颜线图仁图里面的276到277之间 因为它在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吗 276到277之间的时候 如果说是单子大一点 其实可以放一点一点 放放一点小小小仓位的 可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放点空单 那如果说是这个这个胆子小的呢 就慢慢再继续等待 看看能不能等到这个这个局限之间 就是这里有个小小调控缺口 然后26局限是在286块8毛今天 那么在这个之间 在这个之间应该是应该是 如果说是明天稍微 这个这个石头墙里的话 我也在这里去去去去供应一下 供应一下 大概率的这样的走势是很 大概率这样走势是比较少 就是说像这样一天的 就是这个就28这一天上去掉 天就掉下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还是概率 概率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 看看就是QQQ这么一个情况 看看这个SPY应该走的比QQQ要好 SPY的比较要好 因为SPY这个是今天打到了十日均线 才被打下来的 十日均线是两百三百六十八块八毛四的时候 给往下再压下来 总的来说走的比QQQ要好一些 那么短线的这个也没什么好看其实 今天今天总的来说没啥好看的 就是很飙飙真正的 很飙飙真正的就是灰菜来一下 这个一二支撑柜 然后就往上攻这么一个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非常飙飙真正的 就破了一番动作 然后往上走 明天来回来回一下这里的均线 因为这里的那个景线 三百六十四块两毛 明天到三百六十块两毛 如果来踩 如果到了这个点可以做多一些放点空单 然后他就他就会往上走 往上的话呢 往上的话空间 其实首先挑战这个压力位吧 这个压力 这个就这个缺口 这缺口 三百七十二块 三百七十二块 可能得有点亮才行 那么今天总的来说呢 这个缺点是什么地方啊 我现在把优点给说缺点主要就是这个量 量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完全缩量的长长 所以往上涨的空间有限 大概率还是采用这个越高越长越迈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涨上去的就卖 因为它还是会往下跌下来的接下来 就是越长越迈这么个策略 除此之外也没什么 今天的盘也没什么好看 似乎走的比较缩量比较清淡 实际上不是那么那么 呃 似乎空头也没有说 像这个做点工作的这个样子 嗯 躲透没有花什么大的力气 往上往上再供 呃 从个股上来说呢 今天最主要我想说的是特斯拉 我看特斯拉的状况 特斯拉的话今天是 今天是这个 特斯拉就完全就是我写的这个 我我好几天我也不知道这里花了什么 我看看啊 应该是cancel 我不知道这当时为什么 可能是可能是 我我家小孩子花的可能是 那么 呃很早以前花的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表现的一个m m头吗对吧 大大的m头 我就说这往下会往下走的 果然是在往下走过来 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回去考验 应该是回去考验 这么一个交易密集区 230块 230块左右一个交易密集区里面去去去去考验一下 嗯 也没上好看 放量下跌放量下涨 可以选如果不能够快速 现在特斯拉能够 有挽救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明天放量 然后呢把这个缺口给它补上 至少要比这个量 就是不能比这个量要小 这个不能比这个量的量度要小 然后把这个缺口给封锅一下 这叫一日封口这样子 把这个缺口的喉咙给它补出 才有可能这个反转这么一个 掉头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明显的是很标准的这么一个大m头 没啥好看的 230左右再说吧 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嗯 总的来说 今天的走势就是 搜量 往上涨 然后呢 走的原则就是越涨越迈 越涨越迈 那么等到十日均线 想QQQ等到十日均线 嗯 看看看看能不能到 到的话呢 就放点空单 放点少小仓位的空单 大概率是应该是应该是 呃 往下走 还有往下走的这个空间 至于往上走的空间呢 我目前看来啊 我目前看来 我再回到QQQ好了 我目前看来能看到的最多的研究是 二十日均线这个地方 286嗯 我过去就是QQQQ到286之间 最多我们只能看到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我有可能就是 十日均线这里 这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开始慢慢的 慢慢的这个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这个撑得住 是吧 能不能往上撑得住 嗯 总的来说是上不去的 上去哪里会掉下来 会掉下来 再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想法 好 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